欢迎来到正式,我是启耀 在今天吉隆坡大街又再次涌现了黄一人 没错,就是Berset集会再次的出现 只是跟往常不同 以前都是上万人起跳 这次却是少得很可怜 差不多就是50多人出席 其他的报道最多也就到100个人左右 所以先想问你 你觉得这个Berset集会是浪费时间吗? 如果你觉得是浪费时间 那你写一个555 如果你觉得不是浪费时间 麻烦你写一个333 看一下大家投票怎样 那问我的话呢 我认为讲他浪费时间有一点太重了 对我而言,假设结果论来讲 坦白说真的是不太有效率 整个集会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但是为什么我不会直接讲浪费时间 是因为原则上来讲 其实我觉得Berset的宗旨 跟我们大家的宗旨应该是一样的 他们要求说要打贪,拒绝贪污 他们要求说不应该有这个DNA 他们要求说改革的事情应该要继续 其实这样事情不只是我们 西蒙其实也在喊着这样的口号 所以他们其实只是提醒现在的政府要继续做这样事情 我认为原则上是同意的 只是 其实我们真正看整个执行上来讲 我认为这次的集会举办到相当的失败 为什么? 其实这些事情是人为上应该可以做得更好的 给有一下几点 第一点 这次的集会之所以没有那么没有效率 其中一点很关键就是 怎样事情是很仓促的 你有发现到吗? 其实甚至有人我看到他连今天是不是这集会他都不知道 这相比起以前的时候 人人皆知 报仗都报 跟现在比起来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 而且我没有错的话 我一个时常看报纸的人 我是看到大概在三天前也就是24号的时候才正式的宣布了这个消息 就三天后我要办集会 那想问一下你了 谁会得空或者是谁会做好准备去参加这个集会呢? 而且更不要讲他是办在今天 今天是星期二工作天 有多少人愿意舍弃自己的工作来参加你的集会呢? 所以我认为是主办方在这一点上真的是做得太过的仓促了 而且还有一点呢 其实是也是让人觉得有一点奇怪的 在昨天的时候呢 警方就讲了 Bursay并没有跟警方通知讲 或是申请讲说他们要办集会 所以假设他们真的是贸贸然走上街呢 警方是会开档调查的 所以意思是讲呢 在办Bursay的前一天 其实这个集会是合法还是非法 都是让人担心的 然后昨天呢 这个竞选盟就马上派代表去跟这个警方协商 还好到最后警方是放行 所以呢 今天才是顺利的通过啦 而且我觉得蛮讽刺的是呢 这个集会最多才百多个人 结果呢 警方派出大概200个人呢 去进行这个疏通 还有这个管控整个持续的 so 这样事情结束之后呢 不少的人就会觉得说 这个Bursay应该是很糟糕了啦 Bursay已经没有以前这样子的一个力度了 但是我在这里呢 也必须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Bursay现在举行的这个集会 没有以前那么大的一个影响力 ok 其中之前的原因我们讲的嘛 那些人为的因素 包括他们的时间不好 他们的安排太长处 除此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也就是我认为这次Bursay打出的口号 并不能让大家都有共鸣 ok 这个口号他打的是要百分百的改革 ok 百分百的改革意思是讲说的 当然这个政府 他什么东西其实都要做到 他之前讲过的任何一样东西都要做到 这一个事情其实 确实理想上来讲 确实是应该要这样做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ok 在政策上 假设啦 我们不要讲百分百 如果你可以做到当中的 我们讲六七十八千 都已经是两个大拇指送给你了 所以很多人就会认为说 这次这个Bursay的整个口号呢 太过乌托邦了 太过理想主义了 所以呢 谁可以做到百分之百 因此其实就不屑去参加 当然另一个原因就是呢 在以前的时候 当Bursay要举办要推倒纳基 尤其是2018年 之前呢 其实是有很多的政治人物 尤其是行动党啦 还是公正党这些西蒙的 组织动员派大家去派T-shirt啦 卖黄衣啦 然后筹款啦 然后拉一大堆人一起去集会的 那时候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这个目标 也就是要拉倒这个 这个盗国大这纳基嘛 所以那时候相信力是非常强的 只是来到了今时今日 确实 我相信大家对于改革的这个方向 仍然是一致 但是 大家给予这个政府的那个耐心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不难发现这次的集会 很多人就讲说呢 其实你不用那么的急促 才一年半而已 那这些改革的事情需要拉时间 所以有人认为现在已经是迫不及待 有人会支持这个竞选盟 有人觉得你太急了 其实可以给多一点点的时间 也就是因为这样呢 其实这个事情就不能够引起大家的这个共鸣 而且很尴尬一点啦 OK 你看啦 在之前的时候呢 有行动党 有这个公正党呢 会帮忙组织动员 但是现在 Berset打着这个改革的口号 那他们肯定的 他们正在批评这个政府 不可能有这个政府的人会帮他们 但是他们能够去找反对党帮忙嘛 OK 他们其实也不太去敢找这个国盟 伊斯兰党的人来帮忙嘛 毕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可能就会让以前支持他们的这一群观众呢 这些支持者呢 对他们感到厌烦 或者是感到抗拒 毕竟其实伊斯兰党假设真的去帮助的话 就会让人感觉啊 是不是伊斯兰党在利用Berset的这一个 非政府组织呢 在扩张他们的实力 也因此 其实我觉得相当的可惜啊 就是Berset现在是有点孤立无援 所以才会造成今天一个窘迫的一个处境啦 OK 那大概分析完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Berset今天会那么 看起来那么的凄凉 但是 我在这里呢 想要大家 用另一个角度去看待这样事情啦 那你要知道呢 Berset里面的人很多是一些 所谓的这个社运分子 那他们坚持的事情 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变 不管是国政时期到现在是团结政府时期 所以这群人其实继续的给予这个政府一个提醒 我认为其实啊我们不需要去批评 甚至我认为大家就接受这样的事情 OK 这个社会总是需要有人不停的去提醒这个政府呢 要进行改革的比方讲啊之前讲说呢 要这些国会议员他们公布自己的这个资产哦这个事情我觉得不错啊 大家都应该让人民知道说呢 你们底下有什么资产 OK 不要只是那些金融大恶 当然啦啊 现在反弹会差那些应该要 但是如果全部人都能公开 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就可以自借的啊 你一贪污 我们就更容易的侦查到你有没有失偿什么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改革是应该走的啊 或者是之前讲说呢 总检察长跟检察官的这个权力要分开 这个西蒙本身也是有答应嘛 但是可能是需要时间没有错 所以我讲说呢 我们对Berset的这个态度 我们不需要太过的苛刻 可能他这个时间出来呢 并不是最好的时间 但是他的原则 他也是在帮我们人民做事 他也是在监督提醒这一个政府 所以呢 再去评论之余呢 我认为大家原则上可能可以对Berset稍微判清一点点啊 确实是没有什么效率 确实呢 感觉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太心急 但是始终是一番好意 他们在之前的时候呢 有帮过整个团结政府上去 那在这个时候 他们的原则不变 我们也希望团结政府西蒙的原则不变 那一样的 我们也不需要去重伤他们什么的 OK 那这期一样的 就是讲我自己的一个内心话 那可能忠言逆耳啦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这个Berset 那不要紧 那如果你真的不能接受 那就按你的意思去了 OK 那这期跟大家聊天 我们下期见 拜拜